大家好,今天我做了发面软麻花 做法简单,松软还辣丝,比外面买的还要好吃 一起来做吧 先在盆里打入两颗鸡蛋,净重约80克 再加入190毫升清水,70克白糖,2克盐 加入3-5克耐高糖的干酵母 将所有食材充分搅匀 搅置白糖和酵母完全融化,加入500克面粉 搅成絮状 再加入30克黄油,下手揉成团 移到揉面垫上,用脱衣服的手法揉搓7-10分钟 揉出这样厚一点的手套膜,这样搓麻花的时候不容易断 做出来的麻花松软还辣丝 揉好之后直接搓成长条 分成约60克的小面剂 取一个面剂,先揉圆,再搓成圆柱状 在面剂表面刷一层薄油 盖上保鲜膜,醒5分钟 醒面时间到了,取一个面剂,把它搓长搓细 然后按住两头,反方向搓上筋 提起两头,让它自然上筋,然后放到一旁 另取一个面剂,同样把它搓长搓细,再反方向搓上筋 然后将两根面剂,两头捏合 一只手松一下就会自然拧到一起,然后再反方向给它上满筋 最后用手三分之一处折过来,左手一端顶住另一头 这样一个麻花生坯就做好了 盖上保鲜膜,醒发至两倍大 醒好的麻花拿在手里,感觉轻飘飘的 油温六七成热,下锅炸 油温不要过高,不然容易外面糊了,里面不熟 油温过低,炸出来不够蓬松,而且非常吸油 炸至定型上色,翻个面 炸至凉面金黄,控油烙出 这样我们的大麻花就制作完成了 看一下刚出过的大麻花,外皮酥酥脆脆 里面松软还拉丝,可以一条一条四着吃 自己在家做,简单方便,用的油好还没有任何添加 家人吃得更放心 喜欢的家人收藏试做吧,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